今天在節目當中為大家邀請的是台灣當代著名的水墨畫家蘇豐南教授 要為大家介紹就是從5月6號到8月13號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展出的一海遊宗蘇豐南八時回顧展 我們現在就歡迎蘇豐南老師 蘇豐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蘇豐老師在國內各美術系任教大概有50多年對不對 您也曾經擔任台藝大美術系跟書畫系的系主任 還有造型研究所所長 目前是台藝大的榮譽教授 這個展覽相信在蘇豐老師多年的水墨創作生涯當中是非常有意義的 是不是可以請老師談一下您籌備這個畫展的經過 是的 我這一次的展覽呢 是在我這一生當中呢 十幾個個展 算是一個最大的一次的展出 因為這個國父紀念館的邀約呢 其實很久以前就開始了 但是因為這個展的場所呢 很寬闊 必須要準備相當的一個作品的數量 所以一直拖延到最近才做一個決定 這一次展出呢 一共我提出了大大小小呢 有100件作品 那作品的內容呢 當然包括水墨畫的山水啊 花卉啊 等等的這個題材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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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早期的在民國六十幾年的作品 主要的也是能夠讓觀眾 給看得到在多年來作畫的一個過程 在風格上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有這樣的一個用意 對 孫老師籌備這個八十回顧展 您剛剛說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 大概花了多久時間來籌備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呢 當然這個作品我剛剛講過有一些比較早期的 那這個早期的 那是從六十幾年到現在 主要的這兩年呢 積極的在為這個展覽畫一些比較大的作品 因為展覽的空間它算是很大 而這一次我準備了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比較集中在一個大畫的創作 那這一次的作品呢 大的作品呢幾乎都是一些山水畫為主 那這個大的畫幅呢 有那個高度大概有七尺半 寬度有二十尺 這樣的一個作品呢有三件 那這個算是 平常呢可以說我們 各班呢畫的都幾乎都沒有畫這麼大 這用這個展覽的需要 那七次大小的 對好比說它高度五尺 寬度十二尺的 還有一些四乘八尺的 總共加起來 有提出的有十三件的作品 是比較大的 那當然小的部分的話 恐怕都是在過去陸陸續續所畫出來的 對 所以老師說為了這個展覽 尤其這兩年呢 您特別創作一些超大型的作品 所以這些作品呢就是過去 可能朋友很多朋友都沒有看過的 第一次亮相的作品對不對 對對對 這一次這個大的作品 當然我主要的內容呢 都是在畫台灣的一些景色 我們台灣呢雖然地方不大 可是在高山來講呢 有很高的也叫翼山 它是可以說我們亞洲最高的山 在另外一方面呢 當然其他的山呢 好比說阿里山啦 這個 太魯閣啦 那甚至於呢 海岸線景色呢 也非常別緻啦 我這一次畫的 有一幅是 叫龍洞 那個景色的話 它也是二十尺寬的 那其他還有加落水的 這種景色呢 這海岸線的景色 也很吸引我就是 所以這一次 主要的是以這個台灣的這個 山水 山水為主 對 那至於花繪方面的話 當然都是我們平常 所能夠看到的 那 這個 比較 我常畫的也好比說 紫燈花啦 或是 葡萄啦 各種 花呢 差不多都有 甚至於呢 很多花都是我自己 親自栽培的 是 因為我是出生在龍家 對 所以有這個方便 對 那我們等一下會 詳細再為 大家做介紹 對 那所以我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期待 老師這一次喔 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展出的這個 八時回顧展喔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山水主題部分喔 很多呢都是超大的作品喔 那包括有台灣玉山啦 阿里山 泰魯閣喔 那東北海岸 北關 還有屏東 佳樂水喔 那所以老師常常描繪 台灣的山水喔 是因為老師平常也很喜歡旅行 是不是 是 我想作為 那個畫畫工作者的話 我們 不能說一直待在屋子裡邊 把屏宮想像 都是要去接觸大自然 那大自然呢 可以說變化萬千 你去到實地去感受 每個地方的 它的一些景物的特質 隨著這個氣候的演變 當然 同樣一個地區 恐怕在不同的時間裡 你所感受到的都不一樣 所以這樣 這個 各個地區的這個 所謂高度 或者緯度的都不一樣 所以可以說 雖然台灣病不大 但是景物 病化非常的豐富 尤其是生活在這裡 所以我們有特別的一個感情 對 而在這種感情之下 所以幾乎呢 都是 都是我們畫畫的題材啊 所以最喜歡去描寫的五分是這樣的 對 那老師就說 您在創作山水作品的時候 剛剛老師也提到 你特別喜歡台灣的山水的部分 你覺得最特別的是 讓你感動的部分是什麼 就在台灣的山水 我們 一般呢 我們說看山 這個山呢 有低海拔的 有高海拔的 那這個 除了這個 這個山的一些形態上 它的不同 它的地質也有它的不同的地方 像這個高底山 我剛剛講過呢 多半呢 它有一些 岩石的這種成分呢 它是非常的堅硬 所以它有一種 很堅實 崇高 這樣的一種氣勢 因此這一些呢 都是它的特色 那每個地方它的這個成分 它的這個質感是不一樣的 對 那 細微的變化很多 我想這個都是 一個畫畫人呢 要去實體去觀察 才能夠發現 才能夠感受到它的特色 對 所以老師 您在這個旅行當中 通常就是畫家 他必須先用眼睛去觀察 對 剛剛老師說 台灣的山水的特色 它的岩石的那個 感覺的不一樣 然後你用這個筆把它表現出來 還是說 您必須也是先拍照 然後做紀錄 之後回到畫室當中 再把你的一些心情 再抒發出來 那個 對大自然的這種感受 在古代 這個所謂攝影器材 還沒有之前的話 當然 可以說是完全靠自己的感官 去感受 那種感受的話 可以說是一種 觀察的一種結果 那我們所謂說寫生 寫生也不是說對物 直接把它的形象 色彩 直接搬到畫面來 那樣的話呢 還不算是一個藝術的作品 這是經過觀察以後 甚至於有時間 你還在用那個 所謂術寫本去勾寫 它的一些特別的形象 那這些呢 就是作為一個 後來做畫的一種參考 的一種素材而已 那之後 一張作品的完成呢 是需要經過主觀的意識 加上客觀的觀察 所結合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要經過相當的時間 去做一番經營 能夠使得這個個人的感悟 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那因為每個人 對物體的感悟都不一樣 所以就有個人的一些風格 是這樣子 那除了台灣山水之外 老師呢 這次作品當中呢 也有描繪像中國的黃山啊 或是張家界 還有日本的名勝 那老師覺得 這幾個地方的山水 跟台灣的山水 在描繪上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對 我們 就近的話 當然台灣的山字 很容易去看 那另外呢 有一部分就是 中國大陸的 好比說黃山啊 張家界啦 那這種兩個地方 它的岩石結構 大部分都是一些化缸岩 所以化缸岩的話 它就是 雖然有的看起來 體積不是很寬闊 它是甚至於會獨立的 像個柱子一樣的形態 像這樣的情形的話 或許 在台灣比較少見 那 這種 原石的話呢 就是 它能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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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的感覺是一個鋼 一個柔 那在表現在畫上面呢 常常也有鋼的境界 也有比較柔的景物啦 不是說一味的只畫一種東西 那我們為了要尋求一種 更有這種強烈的一種鋼的性質的話 我們覺得像黃山或者是這個張家界 或者山青山 那邊就是獨有的這樣的景色 或許是石頭的一種結構 它是堆疊的 像這一次我畫一張這個 畫好幾張張家界的景象 它有一些山的岩石 它是一種堆疊的狀態 這些都是可以說 大概每個地方的一個特色 我們去看的時候 再加上有時候氣 好比說有時候有碰到煙漁啊 也就更能夠感覺到它的氣氛不同 這就是我們一般人所喜歡去描寫的地方 是 對 那像這個中國的山水 還有日本山水 是老師過去旅行的紀錄是不是 對 我們現在交通方便啦 不像說古人可能要去高山的話 是很不容易 現在交通的便捷 我們要到再遠的地方 都可以在短短時間裡面就實現了 那這些地方呢 我們也不感知什麼氣候之下 好比說你在春天跟秋天就有一些這個植物上 好比說它樹的一個顏色上有大的不同 好比說你春天能夠看到的比較這個韌綠色的部分 那你到秋天就可以看到一些紅葉啊 所以在這個山的這個 原石的一個部分以外 我們看的是它的一些植物 就是它一些樹啦 草啦 這些呢 都是造成它景物的一個特色的部分 我們就必須要在各種不同的季節呢 出去旅遊啊 觀察 在這個觀察中 為了節省時間 也許就是靠拍照 這個拍照的時候呢 也是看怎麼去奇景 那這些拍照的東西呢 並不是我們直接搬入畫面 在畫的時候還是只是一個材料 經過啟捨之後 再經過整個畫面 結果的一個晶瑩才能呈現出來 對好 那我們再談老師 這個作品的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花會蔬果的題材 這一次呢 包括有像牡丹啦 胡桃 紫藤 那這些題材其實跟老師從小在淡水農家長大 其實也很有關係 好像老師非常喜歡種花跟種蔬果對不對 是 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 家裡呢 可以說是四代的霧龍 那在同年的時候啊 因為可以說在這個環境之下呢 也就對這些花草特別有感情 也就很喜歡去栽種 不管是花也好 水果也好 蔬菜也好 那這些呢 後來呢 都一一成為我作畫的一個題材 這一點是我覺得很欣慰的事情 因為假如是我出生在都市裡面 恐怕就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對植物的觀察是很自然的 也不需要特別去發什麼心思 因為天天在接觸嘛 所以從裡到外 從土裡面 一直到開花結果的過程 都是我的記憶中的東西 那有一些沒有種 我自己沒有種的 你說好像比牡丹花 牡丹花我們過去呢 要看大概到日本看啊 那現在我們的這個山林區那邊啊 就栽培的很成功 我們也常常在這個春天的時候 也特地去那邊去搜集資料 也可以說是多次的前往 對 那老師也非常喜歡畫那個紫藤跟葡萄 對 那其實我有觀察 老師好像很喜歡紫色對不對 在你的畫面當中常常看到 對 那個一個人對色彩啊 有時候都會有些偏好 那當然我覺得我因為畫畫的關係 那我也是一樣的 對某一些花的色彩 也有比較喜歡的部分 也就是在這一部分上面 特別是夏工夫 因此也就有一些心得 所以 可以常常畫這個紫色的 比如說紫藤啊 煙尾花啊 是 啊 就 在畫面上呢 它能夠得到一些獨特的一個效果啦 是 這些不但我自己喜歡呢 也是常常是欣賞者的喜好 還有包括那個葡萄也都是綠色 要不然都紫色 那這些是一種爬藤類的 爬藤類 水果有什麼爬藤 那 那個 草花 藤花 像 紫藤 凌霄 這一些都是爬藤 那這個不同的色彩 那不同的性質 這一些的話 幾乎我都是 都有種 到目前為止 還是 在 老師自己都有種 都是有種 所以這一些呢 那種 觀察就很方便 那 我想 不同的時間 它觀察的心得還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這一次 老師的作品當中有很多就是 像葡萄啦 紫藤 這個是 過去的作品還是說 最近你還有創作這樣的題目 都有 一直都有在畫 是 不同的時間 畫的還是有些不同的效果啦 所以不是說 你以前畫過 你現在就 就不想畫 因為你現在 在畫 可能就跟以前有不同的一種表現方式 對 一些新的一個 對 是 那我另外還想在請問老師 就是有關於 作品的落款部分 就是像老師的大型山水作品 它都有那個提詩嘛 還有那個落款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是 作品當中畫龍點睛的地方 那是不是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 有關於這個詩詞的 最後的落款 它要注意哪些特別的地方 這個書畫的落款呢 是水墨畫 一個比較不同的表現方式 那在古代的畫作 剛開始也並沒有這種風氣 是到後來 尤其是在 差不多要在宋朝以後才 逐漸的多 特別是到了 所謂的文人畫以後更多 那 我們就覺得這個 這個落款 是畫的一部分 可以說跟畫本身 它是一體的 也許有的初學者的話 他畫得很好 結果這個提款呢 沒有提好 沒提好的話 反而 對畫作的 可以說失分 對 你要提得好 它反而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這個 如何去提款 這也是 很重要的一個詩問 對 因為它是過圖的一部分 所以 提款的 這個內容 還有它的 位置的 擺設 還有它這個 字的 大小 或者是長短 書密 種種呢 它 跟整張畫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 提款呢 必須要 不是說 用心 不是說 隨便的去提 恐怕 假如沒有用心的話 就 會不會 簡坤的作用 對 是 所以 內容的話 當然也就看 你這個畫面 描寫是什麼 那 主要的還是 要注意它的調和性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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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